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MP21 汽车人的团宠 大黄蜂 包装方面是MP系列小盒的标准尺寸 配件方面虽然不多 但还辅送了人形动力服的丹尼尔 也算是值回票价了 人形方面 憨憨的 小小的 正是记忆中那个可爱的大黄蜂 遍布全身的这种圆滚滚的线条感真的很萌 有人说背包做的有点大 但我怎么觉得这种圆弧感的设计还挺加分的呢 武器方面辅送有一把小小的激光枪 大黄蜂的职位是个侦察员 火力并不是他的强项 另外 还辅送有一张微笑的替换表情 这是默认的严肃表情 而我会更喜欢替换后的微笑表情 大黄蜂的伪装形态是一辆经典的大众一系甲壳虫 车辆随小 推车滚动却毫不含糊 武器可以通过枪霸和凹槽 这样隐藏在车底 还辅送有这样一个备胎套 抠住耗牌两侧将耗牌拔下来 这样就可以安装备胎组件了 而备胎内侧刚好有这样一个形状的凹陷 可以将耗牌收纳 防止丢失 而备胎部件也可以通过插栓插接在车底 MP-21大黄蜂车型变人性的流程 首先 将车头部分整体向下拉 松开上方的插接 按住腰部不动 将双腿的折叠关节拉直 最好将大腿向内推一下 直到听到咔了一声 膝盖关节卡住 车头前方盖板向内翻折到底收纳 此时将车头向两侧分开 前车轮内翻打平 松开门板和小腿的插接 将脚部下翻90度 车门部分分两段向内扣好 将腰部向上翻折打平 按动车顶下方将薄派标志翻折出来 稍稍上线车尾松开两侧车灯的插栓 捏住车灯部分 外翻后车轮松开插栓 再将后轮盖板整体下翻到底 车灯沿双关节上缩竖起 内藏的拳头外翻180度 再旋转手臂调整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车尾部分上线打平 沿根部的轴旋转180度 将后保险档内折到底 再将背包整体下压插接 最后简单调整下站姿 大黄蜂变形完成 MP21大黄蜂的变形流程 按胸前盖板的下方露出上方抠手 然后将盖板翻转180度隐藏标志 将背包向后向上拉松开插栓 将内侧隐藏的后防撞杆 向上翻折180度对齐 将背包沿转轴旋转180度 然后沿双动关节整体向上盖对齐形状 两条手臂向后旋转180度 将拳头向内翻折180度收纳 向下弯曲肘部对齐并插好侧方插栓 将连接好手臂的盖板整体向上翻折 沿双动关节下挫小臂后方隐藏的车灯 对齐形状 然后整体继续上翻 收纳到后方对齐形成车尾 脚部内侧的盖板外翻整体拉直 脚掌部分整体下翻90度 并插好侧方插栓 将腹部整体下翻90度竖起 藏在内部的盖板整体向外翻平 腿部沿根部整体上抬 然后搓动下方双动关节 将车门与车窗的形状对齐 将前轮向外翻出竖直 车头两侧对齐扣好 最后将前盖板下按 插好插栓 大黄蜂变形完成 MP21大黄蜂的最大配件 人形机械动力服 由于人形动力服的可动非常有限 那么我们直接开始变形吧 向上取下透明氧气罩 将头部向上翻折90度 再将透明面罩竖着盖回来 将两腿并拢插接 胯部两侧盖板放平 膝部关节下挫折叠 将上方的插栓对齐插好 小臂部分外翻180度向下 捏住上方将轮子抽出 外翻180度 胸前盖板下翻180度盖平 胸部内侧的两块盖板 向左右翻到底 手臂球形关节上翻180度 然后沿双动关节下折 对齐上方插栓插接好 再将上方盖板下放扣好 双脚部件下翻避让开空间 内侧的轮子沿双动关节上搓 然后翻折到外方 插好根部插栓 再将轮子沿根部下放到底 最后将双脚上翻卡好形状 变形完成 尺寸虽小 滚动依旧流畅哦 由于动力幅变形较为简单 那把逆变过程也录了吧 首先将车尾部分下翻到底 两个后轮沿轴上翻到底 松开后轮插栓 沿双关节向内翻折 再将车尾上翻对齐 向上掀起车头两侧盖板 外翻松开车身两侧插栓 车身两侧的双关节向外侧拉直 车轮向内翻折180度收纳 两侧盖板向内翻折到底盖好 将这一整块整体上翻盖平 肩膀根部后翻插接插栓 小臂部分内翻180度 然后调整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下拉小腿将腿部拉直 再左右分开两腿插接 上拔取下透明面罩 将头部朝前 再将透明面罩横着安装回来 人形动力幅变形完成